位於九龍城的清真牛肉館 今年已經有73年歷史 不論你有沒有親身去試過 他們遠近前名的爆汁牛肉餅 你都一定有聽過他們的名字 今天其中一位清真牛肉館的主理人馬太 難得得閒 所以坐下來慢慢跟我們說 這麼多年來跟家人走過來的堅持 我是清真牛肉館的其中一個負責人 我叫馬太 其實如果說到我們的餐廳歷史 其實最早期一點 其實在大陸的時候 我老爺未來香港都是有的 不過是以一個排檔的形式 來了香港就差不多是1950年了 當時香港經濟都不是那麼好 但我老爺做的時候 做一些很簡單的菜式 就只是做鍋貼 還有酸辣湯 或者做熱豆漿 都很好賣的 頭頭是沒有自己的店 最普通的客人 看到哪裏有地盤 推車仔去賣牛腩面 很隨意去做 沒有什麼規模 做一下 差不多六零年代 就在尖沙咀那頭 就在橫街宅上擺兩張桌 他就會在那裏款待客人 可能他有這些天份 客人就慕名而來 那時都會有邵逸夫 或者是朱維德先生那些 那些有些明星都會來光顧他 接著做一下 那個品牌就好像有了 別人都認得 那時我老爺的名字 別人叫做老馬 別人說去老馬路吃東西 所以這麼多年來 清真牛肉館由排檔入到鋪位 足跡可以說是遍佈香港各地 而最後因為遇到好的業主 低價轉讓鋪位 所以他們就在九龍城訂了下來 他們在九龍城 不知不覺都已經38年了 所以店裡不少的菜式 都是第一代主理人老馬的獨門秘方 本來這個咖喱 如果要講咖喱就要講一點歷史 因為我老爺當時 在香港在七號猜館做過事 那時是巴基斯坦籍的警察 是教他做的 然後他做的時候 那個配方當然是巴式重一點 那些配料和香料 然後我們自己開了店 發覺有些客人都會反映給我們聽 如果這個味道那麼重 好像不太迎合香港人 然後我們就教淡一點點 還有一些香料是加加減減的 做到今天比較好味 就是普羅大宋或者我的熟客 那些都是比較喜歡的 除了配方有精心調配過之外 食材的品質他們也都很講究 我們的羊腩是用澳柳的 所以它是比較軟和滑一些 還有做的時候當然要用心思 頭頭要炆都比較久 起碼都要四個小時 然後再去煮 那裏又一個多小時 所以見到一個很簡單的羊腩 其實用了很多時間和心思去做 而招牌的爆汁牛肉餅 看上去只有餡和餅皮 但是其實功夫和成本 都是難以複製的 其實牛肉餅就是 你只要見到都是餡和皮的東西 餡我們都是用一些 比較漂亮的牛肋條去做 裏面有些蔥和醬料 如果你說為何會不會爆汁 因為你用肉餅和醬料配得對 就會爆汁 而且人們經常說皮很滑 皮也是普通的麵粉做 但雖然你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很難去模仿 因為它加了很多水 所以它的名叫水皮 它有些油 有些水 師傅要訓練有數字 拿得起皮 不是一塊硬滑滑的麵粉 如果這個皮 用水皮 它可以薄一點 和黑一點 軟一點 加上它煎香了 外面就脆了 餡料就夠肉濕好 和醬料配得對 就會有爆汁的效果 除了牛肉餅 牛腩粉絲湯都是馬太的最愛之一 爽滑的粉絲 配上清香軟淋的五香牛腩 再喝一口熱湯 真是好暖胃的 而馬太亦都說 雖然有好的師傅 和他們每一天都會試菜 但要維持老店的經典味道 最困難的竟然是 因為老婆最艱難的是 你保持好 但有時候貨箱 有些貨箱 他自己都老 你老他都老 他不做 要找類似的貨箱 這是比較頭痛的 因為他自己退休 要找近次的 味道跟以前相近 這個就要花點功夫 除了要花心思 找到內貨的供應商之外 心態積極 亦都是清真牛肉館的自性關鍵 其實我想我的心態很重要 經常都要保持積極 例如我講遠的 不要講那麼遠 我們講近一點 好像最近有些疫情 我記得當時條街很靜 有時候又不可以開店 我們盡量做得到就要開 因為我們都知道 有些人真的無犯主婦 或者家裡沒有脫房 他真的要外出吃 我記得當時我們有開店 之後有些客人都會來 很開心 他們都會說 你真好 你有開店 因為當時很緊張 經常沒有開店 周圍都沒有開店 我們都是維持做外賣 我看到客人 這也是很感動的 很難忘的 因為整條街 你會看到 如果那條街有十間 或者七間的食肆 可能只有一間開店 有些人開店 開店的時間短一點 我們盡量維持時間 盡量是想 老婆是有少少社會責任的 周圍都好像很慘的時候 都要站在那裡 緊守自己的崗位 這些我覺得 我都比較難忘的 街坊和老店 就是這樣互相扶持 走過難關 所以清真牛肉館 這麼多年來 都是抱持著 大件好吃十位的宗旨去做 說真的 食材真的要加價 因為有時候 食材貴 是因為物流都貴了 我們盡量都不會說 你加我一元 我加一元 我們盡量都會看市場 我們就要比市場便宜一點 為什麼呢 我們那個宗旨都是 抵食大件 只有這麼多客人 而馬太這種積極的心態 不只是口上說 而是親力親為地去帶動員工 我想老闆的領導真的重要 如果你樣樣 不是一直叫做看得緊 你見到一件事 他或者做得不好 或者你想加強他 你除了是一個眼神 你自己也要做 有時候 說真的 如果你覺得他沒有做事 你自己多走兩步 他都會很害怕 他都會說 不用抵抵我來 有時候這些帶動 你讓他們覺得他來 是真的做事 而且客人吃得開心 他們做事的動力都很大 因為見到客人都說 好吃啊 姐姐 他們都很開心 告訴我們 所以馬太最滿足的 就是一班街坊 讚賞他們的出品 有時候他們找食物 剛剛吃啊 可以嗎 他們多數都讚賞 可以啊 或者下次再來 我們聽到都很開心 這些就是我們所謂 摘線而執的精神 他們是我們的支持者 我記得他們吃得開心 我們都做得很開心 不要看馬太現在 對店舖的大小意思 都尿如指掌 但是呢 其實他以前是英文老師 都因為行業的跨度那麼大 所以馬太剛剛接手的時候 難免有些欺負事情發生 就好像以前曾經有客人 因為落單的誤會而罵過他 但是呢 他就覺得這些經驗呢 都會令他以後做得更加好 我是做教書的 是一個老師來的 所以這個面塊會 剛開始覺得有點難吃 其實不會的 因為呢 我媽媽也有教我東西 她就說 人生的東西 就好像走路一樣 你見橋就上橋 見到那個垃圾桶 就繞過去 或者見到那個有個桃 就攬過去 所以過往不少名人都會來光顧的 好似肥姐、沈店霞和董彪 都有親身來排隊之詞 所以呢 老店有自己的魅力 就是 你什麼時候來 味道都是這樣 老店就有這個人情味 和口味 人家會掛著 很久很久之前吃過這個味道 我想去吃一下 好像安全感 或者親切感會大一點 所以我們要積極去配合這間店 大家個個都積極向上 做好一點 而當問喜馬泰對這間 已經有73年歷史的老店 有沒有什麼期望的時候 她就笑笑口地說 現在店鋪 你看回我們的歷史 都已經有73年了 我現在都不會太久了 所以我希望可以做到100年 然後喝到我們的紫質 繼續發揚光大 這就是我的期望 我想都是我趴勒的期望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